雙手上銬戴著口罩安全帽 宜蘭行澳隧道发生严重车祸 肇事的蔣信駕駛遭移送 低头不发抑郁 请问当下是完全没有踩刹车吗 刹车有失灵吗 他昨天话想对家属说 蔣信駕駛曾说 是自己一时恍神没注意前方车况 刹车不及直接冲撞 检察官回到现场调查 种种迹象却发现他根本超速 检察官表示 蔣信駕駛不止超速35公里 还超载大约3000多公斤 过去有12起违规案件 目前还有一件夺车道 未依规定行驶的案件未解 24号下午新澳隧道北端出口 117.6公里处正在实施工程管制 导致隧道内回堵 蒋信駕驶1.37分还没进入隧道 听到后方救护车鸣笛还靠右里让通行 大约三分钟之后 救护车进入隧道顺利传越车阵 两分钟之内 砂石车也开进隧道 却完全没有减速 在118公里处冲撞前方车辆 隧道出口施工 明明电子看板就会提醒 蒋信驾驶从花莲和平载运石头到宜兰 圆山却好像都没注意到 意外发生之后 宜兰监理站表示 根据GPS资料显示 砂石车没有超速 隧道内时速40公里以下 与检察官调查结果相差甚远 以检禁调查为准 而检察官赴讯之后 预令驾驶20万元缴保 TVPS新闻 简大成蔡新宇 宜兰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PS新闻网APP